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郭文贵 很长时间没有聊郭文贵了 我是从2017年上半年就开始关注郭文贵的 那个时候我还在国内翻墙上网 刷视频刷油管刷到郭文贵了 一看到郭文贵感觉就是不一样 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个商人 他不是什么学生领袖 也不是什么民运领袖 也不是什么宗教领袖 而是一个商人 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赶掀桌子 跟共产党叫板的商人 当时在2017年我是这么去看的 而且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不是身边了 就是说网络上交集比较多的 三观比较合的一些朋友 都在关注郭文贵 看他爆料 那个时候我特别希望 以及我们这些志从道合的朋友都希望能够生活在一片自由民主的土地之上 一来郭文贵他我要先桌子给共产党对着干了 第二我们要追求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国 然后又同时又提出来那些什么海外民运不靠谱怎样 然后就感觉这是一片新的思潮 或者说是一场新的运动 这是之前可以这么说吧 在2017年初的时候 谁要是不支持郭文贵呢 可能他就是你可以骂他没有良心 怎样的 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个时候你要说郭文贵 他在国内叛国大官 是吧 他要是说能够把这里的钱拿出来 可以干多大的事业啊 很多人也都支持他 一众网络自媒体啊 不管是大V小V还是什么名人啊 都跟他站台 然后呢陆陆续续就开始 又不断的有人跟他去翻脸 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挺郭派跟杂郭派 刚开始我还是挺郭的 这里我实话实说啊 刚开始我还是挺郭的 不管说是怼夏业良 还是怼黄河边 还是怼其他盲流子 我都觉得他们都是伟类啊 他们都是大外宣 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像什么盲流子了 像什么西诺了黄河边 他们所体现出来的那一种感觉 怎么说呢 就放到现在来说 我对他们都不会有好印象啊 后来又有很多人跟郭文贵翻脸的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 这中间过程就不细扯了啊 然后直到什么时候吧 直到阴体啊 其实阴体跟我也不对付 他不喜欢我呢 现在呢我也不喜欢他 是吧 当初郭文贵吃官服的时候啊 阴体还是挺仗义的啊 跑去现场去支持啊 拍照合影啊 但是后来因为阴体啊 可能不愿意跟他跑业务吧 我的油管账户 我为什么要给他带客户呢 然后把阴体已经打成伟类了 后来还有谁啊 之前还有什么啊 细思小哥啊 然后后来就数到最后 好像只剩下一个路德社 还跟他在一块啊 当时就是说呃 郭文贵身边仅存的可以发生的渠道就是路德社啊 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呀 不对劲了 哪里不对劲了 那为什么所有沾上郭文贵的人到最后都跟他反目成仇啊 啊 从那时候呢 我就开始从2019年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我坐油管的时候啊 刚开始这个方向还是比较观望 或者说是希望郭文贵啊 他是个好人 但是后来发现不行 后来发现不行 得保持距离 得离远一点 所有跟他走到一块的人 全部都翻脸了啊 直到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跟路德也翻脸了 那以后还有谁不会翻脸呢 然后后来啊 自那之后可能因为国内的钱真的是拿不回来了 盘古大官也是真的拿不回来了 再加上什么啊 这个拜登上位了 总统啊 不是川普啊 然后就是说郭文贵他手中的牌已经彻底打没了 所以说后来他出现了一系列的啊 这个什么产品啊 商业产品 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击翻身 什么击什么这个投资 那个投资什么哈 后来最怎么说呢 卷钱最多的吧 啊你咱现在先不说他骗啊 卷钱最多的就是那个什么喜币啊 现在呢这个官司已经是被抓了啊 我们都知道他被抓了 现在吃官司了 这是目前最新的情况 那咱们得聊到这场官司了 关于这个喜交所 关于这个 钱这么一个问题啊 咱们来看看一些网友他整理的资料吧 啊 这个官司打到现在啊 可以给大家看一些数据 这都是那些支持郭文贵的人拿的钱嘛 看这两张图啊 黄色标注的部分全部都是钱啊 这是某某这个律师事务所一些数据吧 黄复的个时百千万啊 都是一万为单位的美元 个时百千万美元 底下总数呢 个时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千万千万美元 个时百千万十万四十一万美元啊 这些数字啊 黄色的数据啊 有日期有数字个时百千万十万百万 个时百千万十万百万八百多万美元啊 我英语不太好啊 但是呢人家网友整理出来了 说LUC普衡3月1日到6月30号 律师费是个时百千万十万百万八百万美元 费用是个时百千万十万二十一万美元 加上之前已经支付的一千两百万美元 到6月30日 律师费已经是接近两千万美元 再这样下去再付几千万都有可能 目前LUC追到手的钱不到一亿美元 这些钱本来是可以退还给蚂蚁债权人的 无知无畏的蚂蚁这些傻子们啊 烂诉禅诉啊 除了帮LUC普衡挣了律师费 最后能拿回来的钱所剩无几啊 郭文贵不在乎 这些钱本来就是骗来的啊 他是拿着蚂蚁帮的钱给自己打破产官司 自己呢是一文不出 这里呢就是把那些啊 喜国人啊又骂啊 说他们真贱啊 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我因为我身边就有人是投了钱的 跟我关系很好啊 我在这里对于那些什么所谓蚂蚁帮 我觉得他们没有恶意真的 然后这里还有引用谁啊 引用黄河边啊 我说了我对黄河边呢就是怎么说呢 咱们就看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吧 他说破产案最大的赢家是普衡律所 这个案子再搞下去啊 最后债权人也分不到什么 而这些钱本来就是郭文贵骗来的 被骗了想要拿回本金 那更是天方夜谭啊 这是黄河边说的 然后这里啊 再看看这里啊 这里就提到了什么区块链啊 提到了什么虚拟货币啊 我得稍微说一说了 真的 说这个最近郭文贵的人 在加拿大的域外成员 搞所谓的happy生活圈啊 昨天在游艇上 我这个问题呢 也请教了那位币圈专家 他说抛开洗币本身的扎编性不谈 这个happy圈的形成 在技术上就是可行的 就是说你找到一个落脚点 然后内循环游戏规则自己定啊 但是跟他们吹吹的是完全不同 然后这个内循环的规则是怎么一回事呢 啊这里网友还是总结出来了 说happyhappy离不开洗帐户啊 就是一个洗帐户 然后呢 洗帐户 然后连接洗交所 然后洗交所呢 他又没有这个核瓦牌照 那洗交所呢 他就是可以在里面流通这个什么 呃 这个这个洗币啊 不能出入金啊 是否出入金 他们自己说的算啊 已经被封了 说骗子 目前就是骗没醒过来的蚂蚁用法币在场外去交换空气 洗币 骗子 用happy把空气洗币打到蚂蚁上户蚂蚁真金白银给农场或者联盟 本质上就是变着发的骗钱 嗯 之前有朋友他就劝我 他说老黑啊 这个洗币将来很有前途 你稍微你投资一点啊 我保证将来能够涨多少钱啊 这10块钱买到将来涨到50 100没问题啊 嗯 我呢 我个人呢 我是在币圈爬磨滚打了 得有两年了 我也交了一些学费啊 不敢说是什么资深的什么什么那个 但是呢多多少少了解到一些常识啊 在这里就稍微做一些普及吧 区块链区块链什么是区块链 那就是去中心化 那就是不可就是说中心化管控啊 虽然说现在有中心化的交易所 如币安OK 什么大币啊 和bitget啊 啊什么这些交易所 这是中心化的交易所 但是呢 它的本质 它的使命是去中心化的 你也要使用去中心化钱包 你得把这些币 你得提到链上 你的链上钱包 去中心化钱包 这样你的虚拟货币才是安全的 然后这个不同链之间啊 你比方说这个以太坊 以太坊还有包括以太坊下面的二层网络 什么op了 ARB了 什么Polygon了 这些都是以太坊的二层网络 它们之间是可以连接的啊 跨链转账了 链与链之间啊 可以通过交易所 怎样去互相的去连接转账啊 呃 除了这个以太坊 还有其他什么Solana链 还有其他什么DOTA链是吧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 它们拼凑在一起 形成了现在的区块链网络 也就是web3网络啊 中心化交易所其实是其中一部分啊 这不是内循环啊 这是一个庞大的新大陆 就相当于1492 发现新大陆一样 这是区块链 然后当我了解到这些常识的时候啊 然后我再去西教授啊 这个币 当时我就问了几个问题 我还在网上查 你洗币它在哪个交易所上市 币安OK抹茶没上市啊 然后呢 你是在哪条链 你这个洗币是一个新的公链 不是啊 不是公链 那你是部署在某条链上的一个代币 部署在以太坊主链上 或者以太坊侧链上 币安币链上 LB链上 其他的链上 不是啊 我还搜了好多次 洗币的合约地址啊 洗币在以太坊合约地址啊 洗币在什么什么什么 合约地址 一个都没有搜不出来 哦 哦 你口拱设成区块链 你这哪是区块链呢 我才明白啊 这个洗币啊 我我是不碰啊 以我的认知来说 我是不碰 以我这种浅薄的认知来说 我是不碰 我本来我不是一个聪明人 但是通过我的这几两年的学习 当时我姐只是简单 那时候还是结束半年的时候啊 那时候只结束半年 就觉得这个不行 起码从投资的角度来说 它的风险非常高 当然了 在区块链领域 很多99%的币都是有风险的啊 除了比特币给你以太坊啊 你现在买 你拿两年肯定涨 其他的 其他的99.9% 你都要亏钱啊 这就是区块链嘛 现在是一个比较荒漫的 这个红林社会 这是区块链啊 我了解这个地方风险很高 同时洗币呢风险也很高 哎 这个洗币的风险高 并不是说它的价格涨不起来 它的价格能涨起来 它通过一些控制出入金 控制交易 哎 就是说 让你啊 卖的少一点 你可以适当的卖 哎 你适当你卖的时候呢 那他这个洗币的k线 它是往下降的 然后呢 再让更多的人去买 如果说这个k线 就是一条直线啊 就是一条啊 就是非常啊 涨势非常猛的线 一点下彻回调都没有的 那这很不健康啊 这不是啤酒盘嘛 所以说它人为制造的 让你部分的人卖一点 让我这个身边的人 让郭文贵身边的人可以卖一点 然后呢 回调之后 大家再买进 把它价格推到更高的高度啊 你又看这个洗币的价格啊 涨起来稍微跌一跌 涨起来再稍微跌一跌啊 你就看似这个价格很好 当初的前两年的时候啊 看了价格很好 但是你没办法出金了 没办法自由出金了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币安啊 币安某一天 如果说某一个用户 说我没办法正常出金了 这马上我跟你说 美国那些什么SEC证监会啊 马上就要给你找你麻烦 所以说赵长鹏他搞这个什么呃 币安一天到晚都是被全球的这些金融行业 这些律师事务所都盯着就等着你出事了啊 有人说什么币安爆雷不爆雷 我是怎么说的呀 按照现在币安的体量 他只要保持能够正常服务 他赚的手续费已经是日进斗金了 日进日进十斗金白斗金了跑路 有必要跑路吗 这么大一只会下金蛋的鸡 你说赵长鹏他卷钱跑路啊 他可能就是说啊 以后什么内幕交易啊 靠什么消息 什么必要涨 什么什么必要跌 这个哪里都有啊 股票市场A股 包括美股都玩不都是这个吗 你只要你你不卷钱跑路啊 这就没问题啊 法律上也不好界定你什么内幕不内幕交易啊 但是话说回来啊 咱们扯太远了 再扯回这个洗交所 洗交所他就是完全一个内循环呢 一个害怕啊 然后呢 一个洗账户 洗账户 然后呢 洗交所啊 他又没有一个合法的这个这个证券交易的制造 那不就违反吗 那这些美国的这些律师事务所啊 法律机构去起诉他去把他抓起来 那你怎么看你怎么看 有些时候吧 我要是说郭文贵他骗钱了吧 有些网友还不开心 有些网友还不乐意啊 我真的是不想伤害那些蚂蚁帮们啊 有些人现在还在支持郭文贵 但是呢 有些人都直到现在啊 他说老黑你是大外宣啊 你既然你这样去说郭文贵 你就是大外宣啊 不是就是不是就是 包括我那位朋友在巴塞罗纳的 以前的聊到这个洗币的时候 我说以我对区块链的认知 我不敢投资洗币 大哥哥哥 以我对区块链的认知 我不敢投资洗币 那些人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那位大哥就是他也很给我面子 他说那些人都是大外宣啊 他不是那个就是大外宣 是吧 不是就是非黑即白 哎呦 洗脑的艺术啊 洗脑的艺术 我真的 我羡慕郭文贵 他可以有这样 这么这么高的智商 真的 郭文贵智商不低的 智商很高的 他智商如果不高的话 怎么能够搞 盘国大官给弄起来 怎么赚这么多钱 人与人之间互相坑害 他能玩得过别人 他智商很高啊 是不是啊 他也把别人给忽悠的 哎 死救回来的 他如果说用这个智商去做好事啊 能做成一番事业 如果说用这个有这么高的智商去干坏事啊 那祸害的可不是十个八个 那就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跟着受骗受祸害 今天这期节目就聊到什么 这个律师费 律师费是干掉了几千万美元 几千万美元 在这里我都十分怀疑 我都我怀疑这些律师事务所是不是 郭文贵在幕后 他以什么样的身份参股了 我都很怀疑 这几千万的律师费打下去 我靠到最后没有赢家呀 律师赚钱呢 律师赚了上千万啊 郭文贵他本来他就没什么钱 他的他的盘国大官被被动了 他国内资产他拿不过来 他没钱 那到最后损失都是谁的钱呢 还不都是投资者的钱 你想拿回本金 难 不如说百分之百拿不回来 你投资五十万 你能拿一个十万 不得了了 一百个人头钱 你有十个人能拿回来 不得了了 当然了也能拿 这个过程我觉得很痛苦 很辛苦 很难受 人生短短几十年 就天天就是耗在这些事上面 浪费生命啊 节目都到这里啊 稍微再说点题外话 说关于我对律师这个行业的看法 坦白讲 我不太信任律师 或者说有良知的律师 有 大致很少 想找到那些有良知的律师 为你伸张正义 很少 更多的律师都是干嘛的 都是搞钱的 律师的含义是什么呀 四个字 权力寻租 律师的含义是权力寻租 什么意思呀 你把钱交给律师 你才能够享受某些权利 你没有钱交给律师 你就享受不到权利 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边之前我接触过一些律师 一个不靠谱的律师 聊了没三句两句 就说这个事情我能给你办成 能给你办成 刚开始就是钱一个小时 全部都在纯牛皮 然后你交钱 交钱 一千欧两千欧 让我去交 我觉得不对劲 我今天来的目的我不是说是要怎样怎样怎样 你怎么到现在就让我交钱了呀 后来才发现律师他就是个大忽悠 这种律师还不少 还不是一个两个 我还接触另外的律师 他本身就是一个律师 他有律师执照的 他私下里跟我说 巴塞隆纳的律师 大部分都是为了搞钱的 都是为了搞钱的 那咱们今天再来看一看 这个郭文贵的案子 律师费用已经是接近两千万了 已经是两千万了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对于那些投资者来说 对于那些出钱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 十分指望人的过程 如果说投资的钱不多呀 万二八千美元 哎认倒霉吧 不去折腾这个事了 有这个经历 就干了其他事情 可能还能把这个钱给赚回来 要是天天盯着这点事 天天就消耗吧 天天就耗你的生命吧 好吧 郭文贵啊 2017年啊 那个时候啊 谁不挺过 谁没良心啊 现在再看一看 凡是沾 沾上他的 到最后都出事 好吧 这期节目就先说这么多吧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